嘿,朋友! 很多人都不敢去跟安华讲 今天我就代表 所有全部马来西亚人去跟安华讲 我讲到这边 OMG一定有很多人来鸟我了 凭什么可以代表所有的人跟安华讲 你凭什么,凭什么 各位,家人,朋友们 如果有讲错,你再鸟我也不吃 第一,安华和我是冰店人 我们都是冰城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第二,因为安华是马来西亚人 我也是马来西亚人 对吗? 第三,嘿嘿嘿 不要以为我讲废话 你看到最后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第三,我从21岁开始可以投票 就到现在 我还是在支持安华政府 可以有这个讲这个话吗? 可以吗? 好,这个三个条件够了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我这样的条件 但是没有人敢出来讲话 但没关系 我今天会做视频 我敢讲就给我先讲 好不好? 让一让我 经过了袜子的事件 经过了鞋子的事件 接下来还有什么事件 又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呢? 我们都是蒙安台 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刘连哥就要在这边正宗的告诉安华政府 应该怎么做 趁着马来人新年开宅界 马来人新年啊,高兴嘛 我要把这个消息带给所有的人听 这对马来西亚来说 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的消息嘛 来,大家细心听一听 我要讲什么 记得如果有道理要挺我 不然的话 我就要去吃咖喱饭了 那,经过了这些事情 还话说回来 我就要讲一个故事 话说,200多年 20多年前呢 我去到一个国家 叫做加拿大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好 空气非常新鲜 人非常友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可以找到生活 我到了那边呢 很年轻 但是我看到很多中国人的年轻人 都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有些甚至是带了儿女过去的 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很好奇 问了这些中国朋友 为什么中国这么好 你还要移民 还要过来呢? 这位朋友就告诉我说 因为他觉得加拿大这国家还不错 而且那时候中国的环境非常不好 贪污啦,舞弊啦,等等啦 他们觉得中国没有明天没有期望 所以他们就会决定过另外一个国家看看 他们对国家没有期望 所以就打算到外国看一看 我看过了很多立案 也问过了很多人 之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选择去这一个国家 加拿大呢? 因为他们有了这个宣章 Human rights 就是人权 人权宣章 我看过了这些立案 加拿大人权自有宣章 该宣章保障加拿大公民特定的政治权利 和每个人居住在加拿大人士之公民权利 那个宣章呢? 我觉得马来西亚会做得更好 听过了以上的故事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觉得马来西亚是可以开始立法的 这人权法是非常有效率的 因为 once他立法了之后呢 你不可以说你是外来者等等这些 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会受到尊重 不管你是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喀大撒人 一般人等等 你都有权利受到尊重 而且他是立法的 听到 你不可以说你是外来者 你会遭到法律的耶稣 而且会判坐牢的 所以这个教育下去了 每一代的人都会遵守 都会尊重大家 我们的马来西亚人 才可以安静乐业 而且投资者才会来到我们马来西亚 投资啊 我们才有工作啊 不然连饭都没有了吃 谢谢 也希望安华政府可以听到 我这些很普通的人民的心声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见 记得订阅和点赞哦 我们下回见 Thank you 拜拜